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他是我们彰化县医师工会的李宗盛 他同时也是吉原诊所的院长 谢谢 那我们再来欢迎的是施伯纯 施医师 大家好 施医师 施医师是我们河北永吉诊所的整形外科医师 他同时也是我们彰化基督教医院的整形外科的主治医师 欢迎我们施医师 你好 首先我们要来讲到伤疤的部分 因为伤疤有一些人受了伤 可是伤口都已经好了 为什么不痛也不痒 为什么还会有伤疤呢 请乌理师长来跟我们说明一下 各位观众多谢好 我想受伤看它的深浅度 还有受伤的位置 以及人肿或者是伤口也没有感染过 很多条件之下会影响会形成这个疤痕 所以产生疤痕 它最主要的原因是在哪里呢 我想如果以个人而言的话 如果是在前胸部肩膀背后 还有膝关节或者手肘关节 也就是说张力比较严重的地方 比较强的地方容易产生疤痕 所以像我们有时候找青春痘 长完了之后 有的人他还是会有疤痕 那不在张力很大的地方 为什么他还是会有疤痕 我想这个和深浅度也有很大的关系 假设认了一个伤口 如果它已经破坏到真皮层 尤其是比较深层的真皮层 我想这种疤痕的形成的机会 就会增加很多 是是 那受伤到什么样的程度 才叫做到了真皮层 然后它的疤痕会长怎样 我想是这样的啦 因为如果纯粹以解剖鞋和组织鞋来看的话 一个表皮层可以分到四层到五层 四层到五层 如果是真皮层的话 大概是在三层 这是指在解剖鞋上或组织鞋上的一种放大情况之下 才能够解析到这种程度 所以理事长您现在说的真皮层是到了这个 对 真皮层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区块 这个表皮层就在这里 那当然这里下就是皮下子王 如果一个伤口的深度 已经达到了一个皮下的一个组织的程度 我想这个疤痕有时候就是一个避免不了的结局 哇 所以我们形成疤痕的原因 很可能就是已经受伤到比较里面了 就它的深度比较深了 是 那可是 如果说要让它疤痕比较不明显的话 就是可能在表皮层的这个部分而已 这样子 当然如果受伤是在一个比较表情的地方 而且没有一个很深的伤口 加上或许有很多条件的配合 包括你那个伤口的处理的时候很干净 加上那时候你处理 或者说你受伤本来就没有很严重 受伤表情的伤口不会说这样不规则 这样都歪七扭八的 或缺了一脚 或者组织很大的伤害 我想这个机会就会有很大的机会 形成比较小的一个疤痕 是那我们也来请教一下施医师 施医师怎样子的疤痕才叫做不明显的疤痕呢 基本上我帮我理事长这边再稍微解释一下 我们一个人的疤痕的严重程度跟受伤的位置 生前有很大的关系 对对对对对刚刚理事长 接下来理事长有提到说跟他后续的处理 要把伤口处理得比较干净 那他达到一个比较小的张力状态 以及说他当时受伤的那个位置 我们通常要跟我们脸上或者是身上的这个 折痕要一致这样的疤痕会比较不明显 那您刚刚问我的问题其中有一个是说 怎样的疤痕叫做明显的 对怎么样叫做不明显 那简单来讲的话我们一般来说 一个明显的疤痕我们就有两种 一个叫做肥厚性疤痕 肥厚性 肥厚性疤痕 那也就是它是一个凸起的不平整的一个疤痕 这样的疤痕就是比较严重的疤痕了 那在有些人的体质身上 它容易产生一个东西叫做蟹竹种 我想很多朋友都有听过蟹竹种这样的名称 那这样子有很多的朋友呢 他们都会把所有的只要凸起来的疤痕都讲说是蟹竹种 这样其实是不对的概念 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算是蟹竹种吗 对这个凸起来凸得非常严重的叫做蟹竹种 那稍微轻度凸起的这叫做肥厚性疤痕 那两个东西间还有一点点分叶 简单来讲就是说当你这个疤痕 它是超出你本来受伤的面积 这个叫做蟹竹种 如果局限在你本来受伤的面积 这个叫做肥厚性疤痕 大概简单是这样分 这个大概是什么位置啊 这个的话是一个前胸 这是一个前胸 前胸的位置 对前胸的位置 所以刚刚李师长你刚刚有讲说像我们的关节部分 有的人站在右边站在那里 蟹蟹 蟹蟹蟹下去呢 它那个脚的关节啊 还有这个手的关节啊 这边受伤 可是我看说有的人他们护理起来之后 疤痕好像没有很明显 有的人就会像有肥厚性的疤痕出现 那是不是跟它在治疗的过程会有关系呢 李师长是不是跟我们说明一下 我想是这样的 这是大有关系 因为如果一个伤口你没有好好处理 变成一个感染性伤口 也就是说你已经污染了 你自己还没有去查解或者延后治疗 这样的话变成一种更严重的伤害 而且真皮疹都已经被破坏掉 我想这种疤痕是可以抑取的 加上你的受伤位置 如果是在我们刚刚描述的前胸部 肩膀膝盖或者手肘的地方 就是张力比较强的地方 它是容易产生疤痕 有些患者是对这方面是很了解 他说奇怪以前我的受伤就不会这样 你是不是把我治疗不好还是这样 我想这是一种误解 不过受伤部位这是可以抑取的 而且因为客人可能陷于他的空间 或者说他的时间 包括他的距离 种种问题 甚至没有办法说去就医 也许他就被忽略掉了 当然现在随着他科技的发展 包括如果是一个比较表现性的伤口 有的提早用能工皮或者其他比较进步的材质的话 是这种机会是可以减少的 是那可是像有的人被蚊子叮了 照理讲有一大部分的人被蚊虫叮咬是不会留下太大的疤痕 可是有的人他就是叮了就会有疤 这是跟体质有关系吗 我想这个是 它是我跟蚊虫有关系 主要还是你的位置 就像说你因为叮咬以后 包括打蚊蚊针也是一样 有的有那种特殊体质的人 一个小小的针口里面就造成不可收拾的一个疤痕 所以说这个息息相关 也就是你本身有蟹竹种体质的人 就是容易造成这样的结果 所以刚刚施医师所说的蟹竹种 这是特别有这样子体质的人就容易产生 好吧那如果真的没有办法了 我产生疤痕了 要怎么办呢 那我这边有一张简单的图 那基本上所有的都是一个受伤 都是一个受伤 那受伤之后呢 我刚刚理事长有提 要做一个很完美的一个处理 才会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也就是说一刚开始你受伤已经决定了50% 接下来如果你赶快正确去就医 找外科诊所好好的处理 那帮你做一个比较张力小的缝合 会减少张力形成疤痕 这是第二个大概占了30%左右 那我们等到一个正确的时间把线体移除之后 后续的照顾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表 假如说你是一个体质呢 比较高的人不用讲 目前这是美国整形外科学会的建议 就是会建议说你使用一些除八的贴片 矽胶贴片 或者说这个除八的这个矽胶的凝胶 去做使用 那如果是中间等级的人呢 他可能就看你自己决定你是不是想要使用 他还是建议说你可以考虑使用 那如果是低等级 就是你的体质问题的人是低等级的 那这个时候讲实在话 现代人都很在意 所以他这里写说patient concern 就是你在意不在意 很在意那还是用 不在意就不要用 没有关系 好基本上我想我是属于那个 非常concern非常在意的 所以呢我们再讲啦 如果说这个漂亮的妹妹啊 他想要穿那个比基尼好了 那怎么办 我现在有这样子的疤痕 现在的医学这么进步 应该有办法可以解决我们这种困扰吧 那在最近一次的整形外科 美容整形外科学会 其实他有一个更详细的一些建议 基本上一个这样子的疤痕产生 你要它变漂亮 不是一舵可及的 就是不是说你可以立刻到达的 它是需要一个正确的再处理 我们刚刚前面有讲 你产生了一个 不管是肥货性疤痕 或者是蟹竹肯 或者是蟹竹肿 或者是蟹竹肿 这些疤痕都很严重 这个时候你第一个要考虑去做什么 一样找一个正确的医师 不管是外科医师 整形外科医师 皮肤科医师 给你一个正确的处理 可能譬如说要再做二次的手术去做切除 那二次手术的切除之后呢 可能就要开始用一些除疤的产品 除疤的贴片 接下来呢 还有一件事很重要的 如果说医师跟你建议说你要考虑打针 打一些消疤的药物 那这时候你可能就要考虑去做一些药物的注射 那如果再更进一步呢 打完这些药物 有些病人可能会跟我讲说 那我想要得到更好的结果 还有方法吗 当然还有方法 我们可以用雷射去做一些治疗 那除了雷射治疗呢 雷射治疗它除了可以让这个伤口再更为平整 有些人可能他的这个疤痕 他在意的是色素疤 色素疤痕是什么 就是有些是过黑过白 如果是过黑的伤口的话 我们一样可以用雷射 或用一些这个去色素的药物去做帮忙 那如果是在过白的这个疤痕呢 我们可以帮他做一些更小的手术 比如说做一些这个简单的表皮移植 那甚至还有刺青可以去考虑 就把这个过白的疤痕去刺成 比较接近我们肤色疤痕 讲到刺青哦 这个纹身也是算一种疤痕吧 是的 那像现在的这个科技这么进步 应该也可以把这个刺青的那个纹路啊 纹身的这个部分都把它消除掉吗 这个如果您问到我刺青的问题 因为我在这个少年监狱有当这个他们除刺青的义工 基本上就我这样是每次都做50个病人起跳 我们的经验里面是这个跟你的色素 当时刺进去的色素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当时是刺进去单纯黑色素的话 黑色的颜色这个会比较简单 但是如果你刺的是红色绿色甚至紫色 甚至我还有遇过病人刺的是荧光绿 这样颜色的时候 雷射要达到一个好的治疗效果就比较没有那么容易 那完蛋了原来一只龙剩下一只虫 好像很惨 所以可以多次做了之后 然后变成就是把它去除掉吗 你说比较难是可以还是不可以 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只是花费可能会很高 花费可能会很高 那还有救对不对 那可是我们讲到说很多人就是为了就是他的刺青啊 或者是说他身上一些小疤在烦恼 可是更多的那个对疤痕很介意的是大面积的 像比方说在八仙城报 或者是说高雄七报的这个现场 我们都看到很多就是他那个皮肤都整个纠结在一起了 他那个伤痕是看起来很恐怖 他的那种治疗的方式可能就不是这么简单 这个治疗的话会更进一步 那简单来讲 他可能需要把这些八痕重新切除掉 切掉 切掉之后你可能要做一些皮板 可是本来已经有凹下去了 还切掉 那就是要看他这个位置在哪里 然后做一些处理 可能要再度止皮 或者是说你可以用一些人工真皮 不是人工皮 人工真皮不是人工皮 人工真皮它可能是一个捐赠的人类皮肤或者是猪肢或牛肢的组织再制物 然后来去取代我们的真皮层 那因为刚刚吴理事长有提到一个东西就是八痕的引起跟真皮层的受伤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在整形外科外科的概念里面就是当我们缺少这些真皮层的时候 八痕会特别严重 那您刚刚提到八仙层爆 我们有去做八仙层爆的一些治疗 那其实会证实说人工真皮对于这些八痕的抵抗或说治疗有很大的效用 那如果这样的病人在后续八痕都已经形成 他想要再得到更好的治疗有没有办法 是有办法的 那像现在更新一代的飞梭雷射 CO2的飞梭雷射 点状的飞梭雷射 其实它都可以达到一个蛮好的八痕治疗目的的 是 我们再请教一下乌理事长 乌理事长我们您从事外科诊所这么多年 有很多的那个受伤的人我想换药是一个非常重 对他们来讲非常重大的打击 因为有很多伤口这样子一撕开来 连肉都一起出来 或者是那个伤口看起来就很可怕 血淋淋的这样子 通常换药是大家很难以忍受的 那像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您遇到的病患 你们会怎样子来鼓励它建立它的信心 当然主持人您刚刚讲的这个题目 我稍微回答您 不过最主要的我是呼吁 像我们当然是在低线的医师 我们常常遇到新鲜的伤口这样一过来 患者一流血一压脆一伤 它就乱成一团 这时候东西都乱塞 有的用烟草粉晒就起来 枯起 对 枯起 有的早期是用金钢磨 人们说可以塞止血 对 现在当然是比较少见 不过分晒还是比比这次 它弄不对的方法 甚至于它一直冒血的话 它不懂得这种止血 不会没有直接压迫伤口 就用一个止血带 用一个什么东西绑到上面来 结果反而产生一种止血带效应 也就是冬末血可以出来 金末血回流不了 流的更多 它发现的就很慌张 我想是要呼应我们的听众朋友 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形 事实上最直接有效的 就是直接压没伤口 直接加压 直接反 加压的话也要掌握到 要掌战 掌握到这种原则 有些压的话也不能过度施压 过度施压 假设整个周围组织完全变白 没有血液供应的情况之下 它的凝血效应是会更差的 反而加速它伤口可能会 发生更严重的 也就是你压得很久 事实上放开血还是照流 就表示说那时候你的血管 已经逝去一种弹性 所以说这种加压是适可的 也是就是说 压走止血目的 但是不要把你周围的血 完全压到都不会供应 这样的情况 这个是要掌握原则 当然有时候 这是比较出于一种专业的 不过至少总比放那些烟草 放那些杂物 不要放那些烟草 撒下去完蛋 你要处理的话更麻烦 更耗费时间 这是奉献各位观众朋友的一个 那像换药的时候 有时候一拉起来 哇血淋淋 自己看了都觉得 哇我好不容易长回去的肉 怎么又把它撕起来 还要轻创 哇很痛 对 以我们这种比较初级照顾的意思 看起来是说 假设是一个表显性 没有污染性 就是说没有感染性的伤口 事实上现在有很好的人工皮 可以做覆盖 这时候它换药 它也比较轻松 也比较不会沾黏 至于说 还是要换 不是说这样摆着就 一贴上去 然后就不换 这样还不行 是是是 那我们继续来请教一下施医师 这个疤痕 有没有处理的黄金期 比方说它这个受伤之后 在多久以内 赶快就是 按照您刚刚所说的正确的方法来做治疗 才是最好的事情 我这边有一个例子给大家稍微看一下 这是我的小儿子 那他是在去年的年初的时候受伤 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个真皮层是有损伤的 所以它有一些黄黄的分泌物 这是真皮层受伤的一个 比较浅诚的真皮层受伤的一个症兆 所以他受伤完之后 等到伤口一愈合 我就开始给他使用除疤凝胶 除疤凝胶 我就开始给他使用除疤凝胶 因为小朋友 没有了 这是他使用除疤凝胶 大概三个月左右的结果 这个疤痕就看不太出来了 那在这种工具的资料 上面我就要提醒大家 的确八盒的治疗是有一个黄金期的 黄金期大概多久呢 一般来讲呢 这个要讲到我们三口愈合 我们三口愈合的话 基本上粗度的愈合 一般来讲如果是可以缝合三口 是受伤完大概14天两周的时候 它就已经达到粗度的愈合 那这个时候就也开始使用一些除疤的产品去帮忙 那除疤的产品 譬如说像除疤的贴片 那有些医师会请病人贴这个纸胶 或贴这个免缝胶带 都是可以的方式 只是目前来讲 像我们的病人很多是小朋友 小朋友你帮他贴这个纸胶 或是贴这个免缝胶带 他容易过敏 或者说他会痒 他会不舒服 他会捉啊 那新一代的产品就是除疤凝胶 那根据这些统计里面 小朋友的配合度越高 八恒的结果会越好 所以我会跟大家讲说还是用除疤凝胶 因为目前来讲的话 病人配合度最高的是除疤凝胶 那当然除疤凝胶压迫的效果 没有像胶带 或者是像贴片那么好 可是他会愿意乖乖每天给你抹 但是我用贴片或纸胶的模式 我以前也很常开给病人用 但是病人常常回去跟我说 我抱怨说明天就掉下来了 那或者说小朋友养 小朋友就把他拿掉 这时候配合度就不好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得到疤痕的护理就不是很好 那疤痕护理除了我刚刚提的这些部分之外 一般来讲 这个疤痕如果形成大概三个月左右 三个月 我们就要开始考虑 如果说他有我们刚刚前面讲的 肥厚性疤痕 对 或者是像泄逐种产生 这个时候你就要开始去再寻求医师 如果只是单纯的肥厚性疤痕的话 那可以考虑打这个肋骨唇 就是小巴拉的药物 或者是说可以用雷射去做一些治疗 那如果说像 用的开一次刀 那如果说像预定 要看情况 如果说这个巴含会影响到哪一些活动 譬如说他在关节处影响到活动 这样还是要考虑去开刀的 了解 那如果说是像一个肥厚性的 更严重的变成到泄逐种 是 手术大概还是要考虑去做的 手术之后需要再做什么治疗吗 那像现在更进一步的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 这个东西在皮肤科、整形外科 可能会把它当到像癌症一样在做治疗 什么意思 把它切除完之后 手术完之后 去做放射治疗 或甚至做化疗 打化疗药物在周边 避免它继续生长 是这样子 所以在我们这个伤口愈合 跟这个疤痕的产生 还有疤痕治疗的部分 是不是请施医师也跟我们做一个 就是护理的完整的一个过程的一个说 那基本上一个最常见的就是肥后性疤痕 那所以我以肥后性疤痕来讲的话 一个病人如果三个月的时候产生了肥后性疤痕 就是说你要开始去找医师去做一些治疗 那同时合并使用除疤的产品 除疤凝胶、除疤贴片或者是纸胶 去做加压动作 第二件事情 你该做的是把它做好一个保湿的照顾 还有以及防晒 保湿防晒它会减少这个疤痕的刺激 那减少刺激自然而然 它再生的机会就会比较低 那要讲一件事就是要有耐性 疤痕治疗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它不是一个我今天随便某个东西明天就好的 它是一个大概最少要维持六个月到一年以上的治疗的过程 甚至如果太严重的肥后性疤痕 有些病人治疗到两年以上都很常见 所以就是说你要找一个你信任的好医师 好好的去帮你做一个治疗的规划 因为有些人还要穿什么紧身的那种 那个就是衣服 把那个疤痕压回去压平回去这样子 那个是在比较严重的烧烫伤的病人 那这个时候因为他真皮严重的缺损 这样的时候会去穿弹性衣 穿这个弹性衣等于是说去加压这一些疤痕 有些病人甚至穿到三年以上都还在穿弹性衣 对 那我们今天很难得可以邀请到无理师长还有施医师来 我们一定要再问第二个问题就是糊臭 讲到糊臭我自己亲身的体验 又有一次我去洗头 然后呢那个美容院的那个小姐身上有很重很重的体味 结果因为他一过来的时候我就开始屏住呼吸 后来我说等一下先让我呼吸 我也很不想让他这个受伤 但是真的快不能喘气了 所以体味很重真的是一件很困扰人的事情 也会影响他的社交 我想先来请我们这个无理师长 来跟我们讲一下说为什么 听说这个十个人中间就会有一个人糊臭 那为什么会有糊臭这个产生呢 你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 到底怎么产生的 我想这个糊臭问题 西方和东方是有点差距的 就是说西方人事实上他们比例比我们更高 我们人口比例大概是在十个里面有一个 他们十个里面可以占到六个 这是有这个人种的差异 加上这个糊臭这个产生最主要是我们 我们人体的话结构上有分成小汗线和大汗线 小汗线就是我们平常在热什么在流汗 这是属于小汗线的一个排泄 另外有一个线体就是叫做大汗线 大汗线流的比较多吗 不是大汗线的话它又称作顶江线 顶江线 这本来是比较原始动物里面 这可能是一种性贞 但是我们人体发展到这以后 它退化成少部地方才有的一种汗线 也就是我图表上所显现的 我们都要叫顶江线 这个里面它本来分泌的这是一种皮脂线 也就是它分泌的这种 有味道的东西 它本来分泌的这是没有味道的 它是里面成分里面可能是胆固醇 三酸钢油脂 或者一些劣脂质 分裂的劣 劣脂质这一些东西 本来分泌出来是没有味道的 但是因为出来以后加上一些细菌的作用 产生一种腐发的现象 加上如果你有很多毛髮的覆盖 因为这个顶江线大部分分泌是在 我们的腋下 或者我们的外印部 还有一个少部分的 有的人是在眉毛处 但是或者说有的人是在胡子旁边 就是少部分才有的区域块 并不是全身的分泌 那这种情形的话 一分出来以后 如果有很多毛髮的覆盖 它会产生一种腐败现象 这里面的细菌作用 最主要还是以葡萄囚菌为主 让大家也知道 这种腐败的东西 不是 这个油脂的东西 经过细菌的作用 它是会产生一种腐败的臭味 所以这种情形的话就成为胡臭 会让很多人觉得很受不了 那这个胡臭会遗传吗 胡臭的情况就是说 假设你父母两个都有胡臭的现象 而你的话大概七八十%都有机会 所以他不会传染的 他只是会遗传的 对 可是这样子一家都很臭怎么办 他们出去 在家里面他们会互相嫌弃对方吗 会吗 或许当然就会谈到治疗了 如果是父母里面有一个的话 大概哲女的机会大概一半 当然一旦谈到治疗的话 当然到最后我们会请试医师来处理 当然我们刚刚讲到这个顶江线的问题 也就是这种大汗线问题 它还受很多因素的影响 像我们的女性朋友里面 这个差不多是男性朋友的四辈子多 天啊 女生会比男生多 人家都说是臭男生臭男生 怎么会是女生比较多 这不合理啊 那为什么 原因是在哪里 这个是因为他受到荷尔蒙的影响 而且很多食物还会影响这样的一个蜂蜜量 吃激性的东西 包括我们图表上面所显现的 你吃到洋葱 或者说你大蒜 咖啡 有这类的食物 当然荷尔蒙也会影响 林林松的眼里里面会造成蜂蜜量增多 这种其实让我们女性朋友真的很困扰 是真的 所以如果有糊臭的人 尽量不要吃麻辣锅 或者是那种什么三杯鸡 这一类重口味的东西 吃了重口味的东西 你的机会 糊臭散发的机会又更大了 可是糊臭也会分季节吗 就是有些人夏天 好像特别味道就比较重一点 我想这个是有关系的 而且如果你在紧张状态之下 它的蜂蜜还会更旺盛 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它是汗臭 或者是糊臭 或者是有的人口臭 那怎么样分辨 像李师长你们会有一个测量的仪器 或是什么样 还是就是闻闻看这样子而已 这个到现在为止 我想大概是相处之间 我想个人都会察觉到 就是有异味的东西 讲到这个异味 其实我之前看了一个小短片 他说日本有个宅男 他正在视讯跟朋友视讯的时候 他旁边有一只法国斗牛犬 结果蹭啊蹭啊蹭到他的腋下 然后这样闻了一下 结果他就昏倒了 那个日本宅男还在直播 结果就很好笑 就是这个疯传了很多很多 在上百万个网友在那边按说 哇那只可怜的法国斗牛犬 所以我们现在来问一下 我们的施医师 这个糊臭到底应该要怎么治疗呢 如果说今天糊臭 刚刚理事长有讲到说 建议病人就是不要吃一些刺激性的东西 那基本上的话 如果说讲到治疗的话 有些病人来 可能他会跟我说 他不想要用一些手术的模式 他也不想要打针 那他只想要靠一些身体的方法去做调节 我可能给病人几个建议 第一个就是说 请他要把医毛给挂掉 因为医师刚刚有讲 糊臭是因为这些汗水 跑到外面来 被细菌作用 所以产生味道 是 所以我们常常看到病人 他可能身上的衣服变黄色的 因为代表就说你可能是有这个顶浆线的分泌物 尤其是腋下的 对腋下的 对腋下的 伤也变黄黄 拉散拉散 但是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没有刮义毛 义毛很长 所以汗水一流呢 他就沾到衣服上 是是 这个时候他更容易会去产生味道 那再来可能有些病人就会说那不然就擦一些 比如说减少汗水分泌的这个止汗剂 或者说擦一些止汗膏这样的东西 可是很多病人其实常会问我说 不是说这个会致癌吗 我也要承认 那你就要去找一些没有铝盐的这个止汗剂来用 铝盐 就是里面有一些金属铝的成分的东西要毙掉 那如果说你还是会对这东西有疑虑的话 那再来就是说你可能要少吃一些 刚刚讲的不要抽烟 我很常见如果男生有糊臭 我直接都会问他说 你有吃粉吗 大概十个里面可能都八个九都跟我说他有抽烟 他是为了要盖掉这个味道 所以特别去抽烟的是吗 有些人会这样回答我 是的确有过 所以真的有直接关系 有直接关系 这些刺激性的东西 刺激性的饮食会让你的新陈代谢比较亢奋 也许你本来只是一个很轻度的糊臭的病人 你可能很常去吃一些 譬如说烟酒咖啡大蒜 这些很刺激性的饮食 这时候会刺激他会更旺盛 所以味道会变得更明显 那有些病人来会问我说 试一试试一试 你刚才说流汗 我不是黄色的 那要怎么办 这有分啦 因为刚刚您刚好像有问我说 有关于这个湿的 跟这个臭的好像有两个一样 汗臭啊口臭啊 其实腋下的这个汗水 我们要分两个类型来看 我记得去年还是前年 林志玲在坎城影展的时候 被那个记者拍到一张照片 他是穿着礼服 这边两块都是黑色 淡掉了 就流汗 这个叫多汗 那臭汗跟多汗 基本上就简单 会炒不炒你就知道了 你喷香水就是香的啦 可是问题 那个味道是很特殊的味道 你再怎么就会更受不了 所以你很常遇到一些 外国朋友身上的味道很奇怪 他可能也是利用这个香水 在盖他身上的体味 讲到香水盖体味 我一直记得有一个 好像蛮出名的典故 就是拿破仑他还写信给他太太 那个约瑟芬说 不要洗澡 等我回来 他那个味道是属于香的还是臭的 法国人他们有一段时间 他们是不爱洗澡的 是对他们来讲 那个味道是自然的吗 还是他们就是喜欢那个味道 这我们请那个理事长跟我们讲一下 之前我听到一个故事 也许这个不是说人种 我们上骑士怎么样 他有谈到说 为什么法国的香水会那么发达 他就说 因为他们的体味 还有他们不爱洗澡 是不是这样我们不知道 不过确实是法国 是一个很香水很有名的地方 是 不过不管怎么样 这个味道 我想可能是大部分人真的不喜欢 所以才会有很多种 这个用香剂来遮盖 或者说用止汗剂 让它味道不要那么浓厚 确实这种胡臭问题没有解决的话 会造成一个社交 还有人际上的一个困难 对这样的障碍 可是我们中国史上 还有一位很出名的香香公主 后来嫁给乾隆皇帝当香妃 她像她身上这样自然散发出来的味道 她也是属于 我们比较讲胡臭 她叫胡香吗 哈哈哈哈 是这样子的吗 她也是顶江县产生的分泌的味道吗 请理事长也跟我们说明一下 我想这事实上历史上的一个记载 包括西医时代的时候 南越二世代 这个香肺很有名 而且她的一个 血汗马也是很有名 对 这是两个很 西医域 就是在我们正史以外 影响我们的这个野医史里面 很著名的一两件事情 有人说 血汗马是不是身上在流血啊 同样道理 香肺是不是身上是有福臭的啊 所以说这个情况的话 是一个历史记者 因为那已经过往历史了 是 我们也无从去察觉 不过血汗马确实现在 也是还存在的 这一种极稀少的 很善于赛宝的这种马 是 至于刚刚讲到 就是说这个胡臭问题 我想这个 目前是有比较新的科技 我在这方面可以解决 当然我们可以等一下请 那个西医时代之后 做这方面的解答 嗯哼哼 那像之前我曾经在捡运上 遇到一个很漂亮的美眉 很奇怪哦 他旁边 大家都站着 旁边有个位置怎么没人坐 也不是这个博爱座 就我就坐在旁边 后来过了一站 我也默默的站起来 因为威老师还太重了 所以呢 像这个美眉啊 我想他们心里面 一定跟我一样 就很concern 这个 这种问题 我们是不是请施医师 再来跟我们讲一下 如果有胡臭 想要根治的话 有什么比较 一劳永逸的方法呢 很多一劳永逸就是要付出代价 其实病人常常来都跟我说 有没有那个不要付出代价的方法 那我只能跟病人讲说 除了我刚刚讲的 那理事长有提 外国人他为什么用那么多香水 就是要去盖味道 第二个外国人很爱刮一毛 为什么 我想跟这个也多少有关系 那接下来的东西多少都要付出代价 那刚刚有讲到多汗跟臭汗 基本上不会臭那就多汗 会臭那就是臭汗 不会不臭 这没什么好讲的 那如果说被人说 那好吧好吧 宜星宜星 有没有更好一点的 我希望至少 我不要在那边抹东抹西 我也要可以得到改善啊 那我说那最基本的 不就是先来注匣 先来打个针好了 打针打就是打 那个美颜圣品 肉毒感菌 可是肉毒感菌不是要防止皱纹啊 然后或者是说让皮肤可以光滑 甚至于让我们就是 比较端一端有弹性 跟狐臭也有关系哦 有有关系 简单来讲呢 肉毒感菌是什么 它是肉毒感菌 产生的肉毒感菌素 它是一种毒素 它会去抑制我们的神经的传递 那基本上呢 我们用在脸上的时候呢 它是抑制脸上的肌肉的作动 这个时候产生让你这个皱纹 皱纹是因为我们肌肉作动 造成的纹路嘛 所以你让你不要太笑的太僵 不要让你笑的那么大那么开 那也不要让你一直疯狂的吃东西 导致咀嚼肌很厚 所以这时候一般肉毒感菌都拿来打脸上嘛 但是呢 如果一样道理 我很紧张 所以我紧张的时候 我的胶板神经会一直分泌 所以叫我的汗线一直说 你赶快分泌一点汗水出来嘛 润滑一下 可是呢 没有想到反正让你更紧张 因为味道跑出来啦 可是整体一紧张就是会流汗 那这个时候就是利用这个 我们这个肉毒感菌对于神经的效果 它会去把它这个受体的位置呢 去把它麻痹掉 减少它这个神经的传递 这个时候自然而然减少这个汗水的分泌 也就是说如果你只是多汗的病人 也许我们打打肉毒感菌 减少这个多汗的问题 那但是打肉毒感菌 同时也可以让这个臭汗也改善 那在以前来讲的话 很多病人可能会问我说 我多汗跟手汗不是一样吗 那这时候可以干嘛 以前的医生可能就会叫大家说 那你去夹神经好了 把它变成不流汗 对 可是我有听过一个 他手上不流汗 他全身紧在的地方 一直冒汗 像下雨一样 他出门更难受 这就是多汗的治疗的一个很麻烦的地方 那过去的治疗模式 基本上多汗最好的方法 还是一样是找胸腔外科 找神经外科 找我们这个外科医师 去做夹神经的这个手术 但是夹完神经呢 简单来讲 一个神经冲动传递过来的时候 你从源头把它阻断 它神经冲动还是存在 这个时候它可能会传递到其他地方去 所以你最常见听到病人 什么手汗不会流了 不臭腰下不流汗 结果变成背后狂下雨 什么脚底狂下雨 如果遇过病人 开完刀之后 开完这样的手术 足底要连续 每天可能换袜子 要换六次的 基本上这个时候怎么办 怎么办 我们只能讲说 那你如果要不伤害的方法 我还是会建议就是做漏毒感菌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打大概六个月到一年的孝期 所以半年或者是一年再次 它会退掉 那如果说病人 一些病人可能会问我说 那医师医师 难道没有再更新的吗 其实是有的 除了这个打漏毒感菌 最近有一个比较新出的机器 叫做微酥镜 那基本上它主要是在治疗多汗 它对于臭汗的效果不好 它最主要是拿来治疗腋下多汗症 那可是因为它拿来治疗腋下多汗症 它的费用很高 而且它没办法一劳永逸 这时候病人就会产生第二个问题了 他问我说 医师啊 你如果都没有我一堆 叫我就要再来做第二次 做第三次 做第四次 对啊 对啊 那有没有办法是可以 就是一次性 或者是说 不要这样子半年 就要再去受一次罪的这种方式 那目前如果讲到更进一步的手术 我们讲狐臭啦 因为刚刚讲多汗跟狐臭是不一样的 对 那多汗比较好的治疗模式 到目前讲实在话 还是去夹神经 所以这个时候 医师并没有说完全禁止 或者说胃腹部 并没有完全禁止这个手术去做 那夹神经 因为有些病人他就需要 譬如说我遇过台电的工程师 他每天就是要去摸电线 手汗一紧张就是狂流 手会滑 这样讲起来很恐怖 他又是台电 然后他在那边手滑 又湿湿的 万一他不小心滑倒 或是说他这样濕濕的去碰到 戴着手套濕濕的 手套也濕濕的 这样摸到就 对 那另外有一个类型 譬如说像我有病人 他是在做按摩的 他跟着凉的 他就整匆伴利落 下来就这样了 他的人会把他摸 这个时候没办法 这些病人我还是会说 那没办法 你还是去找胸腔外科 找神经外科医师 去夹神经吧 嗯 那你就必须去忍受 他带来的副作用 是 那如果是狐臭 我们现在讲回来狐臭 对 狐臭 我常常会遇到病人 然后问我说 试一试试一试 狐臭你都说叫我开刀 嗯 开刀难道不会产生 像刚刚讲的那个异味 就是其他地方 换到别的地方产生臭味 反而一下臭 变成背部臭吗 没有啦 基本上狐臭手术 我们简单一点讲 我们只有针对 狐臭的区块去做处理 我们不是针对 他的神经去做处理 所以这个时候 你并不会说 其他地方有味道跑出来 或者其他地方多汗 那讲到手术了 以前的传统手术 就是开一个伤口 七公分那么长 嗯 七公分很大很大的伤口嘛 那接下来把那个皮下的这些 组织全部栽掉 然后打到 就是刚刚理事长所说的 顶僵线 对 嗯 就是这张补片 顶僵线的部分 把它拿掉 也就是我们可能开刀 开一个开口进去 把这些组织全部都栽掉 嗯 那这些组织全部都切掉之后 自然而然就没有线体啦 它不会再长出来了 大部分不太会再长 OK 小部分如果说你的工作场合 或者年纪很小 的确还是有机会 哦 对 但是随便都开这个刀坑 一一 你要说再复发哦 我想大概 复发率都小于5%啦 小于5% 是 那以前的做法基本上呢 就是开一到7公分的伤口 是 很长很长 是 那开进去之后把这些线体全部拆掉 对 那所以病人就会闲啊 嗯哼 伤口那么长 所以以前常常我遇到病人如果说龙乳 他那个疤痕我们都跟他讲说 人家如果问你 就说那个是狐臭的疤 哈哈哈哈 那是狐臭的疤 但是现在的年代呢 这个没在本 也不被欢迎了 不是 因为那个疤痕不一样啊 啊是 人家我们现在狐臭疤疤只有很短很短 我们现在狐臭疤疤只有短短的哦 只有一公分不到 蛤 我们狐臭的切口 这是我们的狐臭线体在的区块 所以我们把它圈起来 是 但是狐臭真正我们 像我的习惯 我是只有开一个一公分的小洞 有些医师开在中间 有些医师开到两侧都有 但是我的习惯是开腋下缘 腋后缘去 我只有开一个一公分小小的伤口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一公分小小的伤口而已 那开进去都开始去做治疗 然后现在这个影片上面 我们现在看到就是 用一根这个长长的棒子放进去 然后它正在做的就是 吸掉那个顶僵线 它其实是 讲到这个旋转刮刀 它其实我们要讲的更细 这个东西叫做旋转刮刀 它是一个内饰禁用的器械 在很多科别会使用 骨科医师可能拿它来做内饰禁的这个关节 那妇产科可能拿它来切子宫都有 那它是前面是一个刀片 它是一个螺旋刀片 那前面有个护网 所以当你把这个螺旋刀片伸到皮下的时候 它就会一直在那边刮刮刮刮刮 一直刮刮刮刮刮 就产生这种声音 那时候观众朋友可能可以听到 在手术当中会听到 一个马达 马达作动的声音 就是它一直在刮我们的皮下组织 把皮下组织全部全部都刮除掉 这个时候它是一个很讲究医师经验的手术 为什么 你只有开一个一公分的小洞 然后伸了一个刮刀到皮下去 切太深切太薄都不行 切得太薄皮肤会坏死 切得太深 这个手术有做跟没做一样 所以这个时候医师的经验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还是会请大家要找专业的外科 整形外科或者皮肤科的医师 去做这样的治疗 那这个手术你说它简单也简单 说它困难也困难 对因为常常我会遇到病人说 开完这个手术 他会跑回来跟我讲说 是一事是一事 那你爱个薛化无比一 那这个时候会有两个问题产生了 病人可能是我常遇到女生 胸部比较大 那这个时候我很担心开得太前缘 导致她胸部变形 所以我手术之前就会跟病人沟通好了 如果你本来比较胖 这样的病人 范围会比较大 范围会比较大 那你要必须能够接受这样的手术范围比较大 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影片里面就看到一根细细的刀片伸进皮下 在那边反复的刮除刮除刮除 你就想像如果今天你的范围很大的病人 可能你就要刮的很大片 范围比较小的病人刮的比较小片 那刮完之后你还是要去做一些加压的动作 要去缝一些纱布块 去做加压止血的动作 然后达到一个后续愈合的目的 像这样子的一个手术 她做大概需要多长个时间 基本上的话大概以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来记啊 一个人就是两边这样子 那这要看你的范围区块大小 像我常常有的时候 不是大家差不多吗 不一样不一样 像我有时候开的小朋友可能 国小五年级六年级的小女生 因为在学校可能被同学笑 妈妈很在意 因为现在很在意小孩子的自信心 五六年级他们现在发育真的太快了 刚刚理事长有提到说 现在的小孩子 就是大概就是在青春期的时候 比较会有这样子糊臭开始的产生 那五六年级 四年级五年级这样子 我遇过最小最小的是八岁 八岁才二年级耶 真的太小了 结果这样子开的话 它以后就不会复发吗 我也是跟家长讲 因为八岁年级真的太小了 我还是会希望他可能要念国中之前来开刀 那因为胃腹部现在是针对这些整形手术 他是要求要满18岁才可以开 但是糊臭手术例外 糊臭手术是未满18岁就可以开的手术 那基本上的话 为了小孩子的自信心 我会跟他说 你要上国中前 他要换一个新环境 这个时候他身体也发育到一个程度 我们再来做这个手术 对 那做这个手术 如果是小朋友 他的面积自然而然比较小 如果是大人 一般来讲这个面积是比较大的 对 所以刚刚理事长有提到说 这个糊臭是会有遗传的 那像遇到过就是 有全家都有糊臭的吗 有遇过像这样的情形吗 理事长 我想这个糊臭的话 大部分人还是以青年期 交友阶段比较concern 比较关心的 因为如果已经上了年纪 有的家庭都已经比较stable了 他好像夫妻都已经不互相嫌弃了 这个肌粒就变小了 可是我刚刚施司有讲到 这种手术的话理论上不会说 变成某个地方变成沙漠 某些变成这个变成丛林 因为曾经为了这样的一个手术 早期大家也知道很流行 但是为了这样的情形 有的人不晓得有的人知道说 原来肤臭那么大 也就是刚刚讲的那个 痘汗症这种手术 所以有些病人是在你 到最后是有点后悔的 所以当然基本上和这个 刚刚讲的糊臭手术 是截然不同的 也就是说那个痘汗症 手的痘汗症 有些他最后不能接受说 手那么干燥 好像沙漠一样 前身因为这是带伤性的 你前身你要流多少汗 这是肿量是一定的 你这地方不流 别的地方一定会流比较多 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 有些患者到最后是不能接受的 那多汗症这个也算是遗传的吗 多汗症这个也是有遗传的这种现象 不过有些人当然父母没有 但是他也不晓得怎么样来的 得代遗传 早期的话 这个多汗症手术比例比较高 不过事后真的有些人就是不能接受 所以卫物部最后面的话 事实上也有就是要讲清楚 要跟患者讲这个说明白 不过整体外面 以冬汗症和臭汗症 这两个是截然不同的 就像说臭汗症 这只要做得很好的一个处理 和手术 是可以得到立肝见瘾的效果 而且不会有造成 刚刚我们讲的那些 有的流汗都不流汗 这种后遗症是可以少很多 是 那再请教施医师 像您在这个帮患者开刀的时候遇过 就是我们刚刚在聊你说 有一家人一起来的最多是几个人 有 我有遇过一家四口都来开刀的 爸爸妈妈 然后再加两个儿子 然后不一定说是年纪小 因为我有遇过一个案例比较特殊 他是先生退休了 那都跟太太一起去爬山 那结果他都 这个太太都跟姐妹 他都一起出门去爬山 结果这个先生退休之后 才去加入他们的团体 那一爬山身上就一流汗 一流汗就会臭 所以这个太太就很没面子 因为带他去参加朋友的聚会 结果你一直全身臭兮兮的 所以这个时候他就跟他老公讲说 你去把我开刀 结果那个先生我记得是65岁吧 一般都是比较早去开 比较早的年纪会去开刀 这是我少数很少数很少数遇到很特殊 的确大部分都是年轻的 可能20岁18岁 我最常见都是遇到就是 家长带着小孩来说 就是说他这个孩子要上大学了 怕他上大学被排挤 或者说他等于是人生要进入另外一个阶段 国小要升国中 国中要升高中 有一个变换 他不希望说他过去遇到被人家嘲笑的问题 继续产生 这时候家长就会带他来求诊 那我会讲就是说 多汗跟臭汗是不一样的 臭汗症的手术 糊臭的手术 并不会导致后遗症 多汗症的手术 才会导致后遗症 所以大家请放心的来找医师做咨询 那看你是可以接受 不管是用打针的模式 打针是半年或一年 或者是用手术的模式 只是花费上来讲 因为打针一定 你每年都要花一次那个费用 也没有比较便宜 所以这个时候 大家就很多人就看你自己的经济状况 我有病人一直来打针 每年来打针已经打了三年四年都有 为什么 因为病人说我不要回复期 我就是要立竿见影 打完明天回去就不要有味道 我说打完也是要三天才会开始没味道的 不是没有立刻没味道 但是至少他没有回复期 那这个时候有些人就说 我就没那么多钱要怎么样 那就是开刀 开刀就开一次 基本上我想我还很少遇到病人会再回来 复发的情况 就算有复发不能讲说百分之百 百分之 大概我认为复发率是小于百分之五的 那复发我们大部分的医师 会在想办法帮你做二次处理 可能着收一些公本费用 再帮你做一次手术 或者是怎么样子的处理 那术后应该是说 我们如果做了开刀手术 或者是说做了肉毒杆菌的注射 有没有要固定的护理的工作 是不是也跟我们说明一下 如果是在肉毒杆菌的注射上面 大概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 打回去大概就是 小心一两天没事就没事 不要血肿或什么问题产生就好 那如果手术 有没有虽然不可以晒太阳 或者是不可以去做一些运动 我会认为说 你还是减少一些汗水分泌的过程 是会比较好 会让你的效果更好 那另外如果是手术 就是比较麻烦啦 这样手术病人通常我会建议病人 是连续刚手术完一个月 是手不能举高的 是 因为你可能会里面伤口又裂开 又流血的问题可能产生 所以其实也不会很麻烦 我有病人他是要去参加 这个大学的入伍训 因为他考上国防大学 他去入伍训 妈妈带他来开刀 手术完两周他就去入伍训 要跑3000公尺报仨报 我跟他说你就记得手不要举高 跟教官讲说你不能爬单杠 你只能就抱沙巴我跑3000 他说他那一关关卡就是 抱沙巴我跑3000而已 我说你就夹紧抱着沙巴我跑就好了 不影响到你整个过程 是是 那另外就是说 如果真的整个治疗都结束了 我还是会提醒大家 可以的话 刺激性食物不要吃太多 因为吃激性食物你很爱吃 的确有没有可能增加复发的机会 有 那太胖的病人也容易会这样子 味道会有可能会跑出来 大概是这样子 是 那我们今天呢 这两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是伤口愈合啊 怎么样子除疤 还有第二个就是 夏日除臭的大作战 战胜狐臭 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已经有一定的了解了 那我们就非常谢谢我们吴喜德 吴理事长 谢谢您 谢谢 那也谢谢施伯淳施医师 感谢 所以我们的观众朋友 如果有任何关于这方面的问题 记得一定哦 一定要去找医师来做咨询 不要自己 拿什么香灰啦 还是烟灰啦 口口的 还是自己就买一些那个止汗剂 因为止汗剂啊 这些都不是可以长期可以治疗的 所以祝福大家烦恼都可以去除掉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